好 这个第二句话揭示了这个发现大概在什么地方做出的 是在一个叫A.I.Rini的一个海角之上 这个古代城市里面的一个庙宇里面发现的 但是第二句话还是没有揭示出这个interesting 为什么有趣呢 你看他如果第二句话马上就说这个是怎么有趣法 这个文章后边就没人看了 你底就潮了就不好玩了 吊着这个读者的背口 Keep the readers in suspense 让你读者才有读下去的这个动力 那么下面再慢慢慢慢描述 逐渐地接近我们的一个主题 咱们看下句话 下句话说 The city at one time must have been prosperous For it enjoyed the high level of civilization 他说这个城市当年肯定曾经经历过繁荣 为什么呢 因为它享有高度的文明 大家首先注意这个at one time是个习语 什么意思就记住 就相当于once 就曾经怎么样暗示现在就不这样了 现在这个城市都衰落了被遗弃了 当然是不繁荣了 当年曾经繁荣过 at one time注意不要把它跟at a time搞混来 有的时候我们用at a time 把它one换成at 但是这个时候得翻译成一次 或者每一次怎么怎么样 take two pills at a time 一次吃两片 这是每一次怎么样 at a time是曾经还曾几何时 暗示当年是这样 但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他说这个城市当年肯定经历过繁荣 must have been prosperous must have been 大家比较熟悉 这是咱第一课讲的 must have加过去分词 表示对过去的肯定的推测 一般是心中比较有把握 有证据 他当年肯定怎么样 本分中也有证据 后面会慢慢给出证据 那么肯定繁荣过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城市当年肯定经历过繁荣 这个繁荣呢 名词可以用词汇中讲到 prosperity 那这经历呢 咱们可以用一些比较灵活的小字 比方说 the city at one time must have seen prosperity 或者是must have known prosperity prosperity不可出名词 那么这个see和no 单独使用都会表示经历 比如他经历过好日子 he has seen better days 中国经历过很多战争 China has known many wars 这都可以 这个不一定非能 Dugger's experience 这个经历是多一次 但注意繁荣是不可输的 咱们看一道书后题 请打开出25页的第四题 25页的第四题 这个题说 the city had once 这个once不就是屏幕上 at one time 不是曾经吗 曾经 known在这肯定是经历 不可能是知道了 经历过繁荣 ABCD 咱们看 一个选哪个 毫无疑问 应该选D 对不对 因为它是需要一个名词 做宾语 而且prosperish 是不可数名词 不能再加 这样的贯词 它也不是特主 也不是特指 也不能加 但只能选D 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作者 凭什么这么肯定说 肯定繁荣过呢 它后面有证据 For it enjoy a high level of civilization 因为它享有高度的文明 这个dohon4 大家可能还记得 咱们在第一课讲过 是补充说明主句的一个原因状欲从句 一般用dohon跟主句分开 叫因为 因为它享有高度的文明 这个享有 enjoy 也是这课书一个重点词汇 为什么说它呢 因为同学们都到了高级写作里面了 一说这个有 只会两个结构 一个是have 一个是dirb 我说的对不对 就这两个 这两个词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光用这两个词 一个容易重复二来 显得稍微低级一点 因为这两个词没有场合限制 甭管什么有 都能说have 都能说dirb 咱们以后说 有好的东西 可以用enjoy这个词 因为它用法窄 越窄 这个单词越高级 比如说 拥有良好的健康 享有良好的健康 叫enjoy good health 享有良好的健康 我是这个地方的人民 享有高水平的生活 enjoy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享有高水平的生活 可以这么说 这是享有 再比如说 我们像外商 来介绍我们厂生产的服装 这个商务英语中 咱们看这个句子 该怎么来翻译 你跟他这么说 the garments are magnificent and tasteful and have long enjoyed great fam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garment是一个书面语 就是做成的衣服 成衣了 这些服装特别棒 magnesium棒极了 并且tasteful 并且非常有品味 有格调 并且怎么样呢 长期来享有盛誉 这个fame是名声的意思 both at home 不但在国内 而且在国外 都享有盛誉 享有良好的名声 也是用这个动词enjoy 你看这词用得特别漂亮的 享有 记住 有好的enjoy 但是考试中呢 不一定考这个词 表示享有 还有一些更高级的一些表达 首先在高考中 就出现过一个 比较正式的表达 叫 be blessed with 好像被赐福给了什么 其实也是幸福的拥有 比如咱们看当年 一道高考真题 在阅读真题中 出现过这么一个句子 这是07年高考湖北卷 阅读理解第一篇中的句子 they were blessed with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他们享有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如果用be blessed with 这个搭配 他一定强调 这孩子聪明 漂亮 可爱 一定强调可爱 你看这书后 后面的真题中 有一个句子 就专门问到了 因为在真题中 这个句子下面是 这个短语下面 是有下滑线的 你看这个题怎么问 他问的是 the underlined part in paragraph one most probably means 这个第一段中 带下滑线的部分 就是那个be blessed with 最有可能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咱们认识的话 这个题白给分了 应该选哪个 当然应该选a 他们幸运地拥有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享有嘛 有好的东西或事物或人 那么b选下呢 被要求领养 这不同顺嘛 这个c呢 很遗憾地拥有 那d呢 是生了 这个男孩 女孩都不对 这是享有 选a 是正确的 那么除了这个be blessed with之外 还有更多的一些表达 还有一个be in doubt with 这是复习 也是叫友好的 be in doubt with 叫友好的东西 但是这个有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天生就具备 一出生 先天就具备这个东西 好像上帝给的礼物一样 这个属于be in doubt with 刚才那个 他们有两个男孩 两个小孩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用这搭配就差一些 为什么呢 他们结婚之后才能生孩子嘛 不可能他们出生 这个 老了一看 哎呀 这未来生孩子 我闺女生孩子 多疼得很啊 妈替你生了吧 一块多多多多生来吧 那不可能的 那刚出生是没有嘛 大了之后才有的 用它就不合适 这个词强到天生就具备 咱们看一下例子 She's in doubt with both brains and beauty 这个女孩子财貌双全 这是基因决定的嘛 天生就有 这个brains在这儿不能发现大脑 这是智慧 相当于intelligence 那为什么不用intelligence呢 用intelligence就不押韵了 brains and beauty 都是B开头是押韵的 这个女孩子财貌双全 既聪明又漂亮 可以这么说 下面再看 我们曾经看过的 在独立宣言中的片段 大家还记得 我们多次见过 在第一课就见过 We hold叫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 是不言自明的 哪些真理呢 第一个 所有人生来是平等的 第二个 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 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注意 Be in doubt with 表示天生就具备 这个权利当然是好事 一出生就有 只要在美国领土出生 美国公民天生具备这个东西 叫做Be in doubt with 又是一个享有 有好的事物 可以用它 还有一些词汇 来得更高级一些 比如在第四册 就会碰到这个有了 叫Boast B-O-A-S-T 但这个有呢 一般来说 它是多一词 如果要是人做主义的话呢 这个Boast 反映成吹牛 夸口 说大话 而且是不急有动词 但是如果是事物做主义的话 这个Boast 反映成有 而且都是有 我们好的 希望看到的这个东西 希望看到的特征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说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 大好河山 很多东西 可能会这么来说 有吗 Dirby就行吗 There i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in China 这个句子当然是正确的 我们先看这个风光风景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度下 Cenery Cenery 注意这个词 是个不可说明词 所以前面用 There is 是对的 那么你不觉得 这句话稍微俗一点吗 咱们以后可以做个升级版本 我们用中国做主义 中国有 China boast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 大好河山 马上咱们鸟枪换炮 这个表达更高级 你说我们 再比如我们家乡 有个美丽的湖 当然不用说铜湖铁湖 那个湖 有个美丽的lake 是不是可以说 My hometown boasts a beautiful lake 就不一定非得说 There is a beautiful lake in my hometown 但是注意这个bose 用法更窄一些 它一般只能是 事物做主义 才能盘着有 而且是极无动词 直接加饼 这是享有 当然有好的东西 还有一些 没有一些坏的东西 这个在未来27课 咱们会讲得更深 今天把这几个先记住 那么你说 有高度文明 你有证据吧 当然有 老外讲的实证 他不能放空炮 下面给出了文明的证据 你不信看 下面有证据 Houses often three stories high were built of stone 这个房子 两个破的号 之间是个插入语 常常都是三层楼这么高 咱们讲过 sorry这个词表示 房子一共有多少层 这个用的对 然后是石头建成的 石头建造 需要高潮的雕刻技术 这是文明的标志之一 文明的证据 下面还有依然给文明的标志 他说 They had large rooms with beautifully decorated walls 这个内 当然只上一句话 那个houses 这个房子里面 有非常宽敞的房间 而房间里有什么呢 with beautifully decorated walls 房间里面有 装饰的非常漂亮的墙壁 装饰的很漂亮 这自然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了 对吧 那么注意这个with 在这是表示从属关系 说明后面这个墙壁 是前面房间的一部分 你比如说一个蓝眼镜的女孩 a girl with blue eyes 这个蓝眼镜是女孩的一部分 是从属关系 这个地方用with是对的 那在前面 walls 前面家修饰雨了 被装饰了很漂亮的墙 当然我们家修饰雨也可以 一个半岁的的杯子 我们说一个马克杯 就是冲咖啡茶叶的 mug 就mug 一个瓣碎了的杯子 a mug with a broken handle 它碎了的这个瓣 也是杯子的一部分 用with是对的 加修饰雨是a broken handle 一个打碎了瓣的 什么一个杯子 可以用它 那么本文中是什么墙壁呢 a beautifully decorated walls 被装饰了很漂亮的墙壁 这个装饰装点用的是 起舞动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decorate decorate 装饰装点 这是起舞动词 强力是被装饰的 所以用过去分词 然后再说装饰很漂亮的 再用这个副词修饰 这个过去分词就好了 我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咱自己说一说 一个得到了极大改善的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用method 改善改良可以improve 极大的 咱们可以用a vastly improved method 你看前面用 过去分词修饰这个方法 用副词限定这个过去分词 这个vasely就是比较文言的版本 它相当于通俗的greatly 极大底很大底 一个备受赞誉的小说 小说可以用novel称赞 我们经常可以用acclaim这个词 尤其这个词用在背中特别多 备受赞誉加个程度副词much a much acclaimed novel 一部备受赞誉的小说 可以用它就好了 那么本文中说 这个房子里有着非常大的房间 后面又加了一个复杂的后置定语 并且这个墙壁被装饰得非常漂亮 但是你看这个rooms这个词 定语就太多了 有前置有后置的 特别的后置内特别复杂 如果当定语翻译在中文中就不成样子了 你看我这这么翻译 房间里面有很宽敞的里面的墙壁被装饰得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些房间 哎呀这个太别扭了怎么办呢 咱们干脆把它拆开就得了 咱们记住哦 英语啊 有前辈做过比喻 它像一个树一样 为什么呢 它首先有主干 就是主句 然后分叉 里面又分叉又分叉 它是千套结构 而中文不一样 中文像竹子一样 它是一截 一截 一截 中间都是逗号 逗号 逗号 隔开 所以在英语中 如果这个千套结构比较复杂 怎么办呢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咱就把这个 这个相接的地方都砍舌了 按照中文一截 一截 改成并的结构就好了 你看我这句话这么翻译 我说这些房子的房间很宽敞 逗号 里面的墙壁装饰得很漂亮 立刻通顺了 就被刚才那个 这个房子里面有非常宽敞的 里面的墙地 被装饰得很漂亮的 这样的很大的房间 这个就太别扭了 把大树改成竹子就好了 咱们以后看到一些更复杂的句子 更会反映出这个特征 好 这当然是文明的标志了 我们还有呢 我们这个城市里还有下水道呢 这也是文明标志 它说 The city was even equipped with a drainage system for a great manically pipe so found beneath the narrow streets 他说这个城市甚至装备着排水系统 因为人们在这个这个街道下面发现了很多淘土做成的管道 这个装备配备着用的是动词equipped 这个搭配简单叫equip a with b 就是给a装配上b 把b装到a的上面 这个搭配进行被动 变成被动就变成be equipped be equipped with 装备着什么什么东西 注意equip 中毒边界双血p加ed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设备呢 就是equipment 这个设备有一个注意地方 设备是不可数的 你不能说an equipment 你可以说a piece of equipment 注意设备不可数 咱们看一个句子把两个都用上 我是这些教室装备着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 如果你要把它两个都用上呢 是可以的 咱们可以说 the classrooms are equipped with modern multimedia teaching equipment 你看现代的多媒体multi 表示很多的 multimedia teaching equipment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室有很多 设备一定更多了 但设备用这个词不可数 我们不能加一次 好 本文中装备的是 a drainage system 一个排水系统 drainage就是排水的意思 注意表示排水不可数 但是下水道就可数了 drain drain 表示下水道地沟 这是可数的 为什么呢 the hall floor还是因为 for a great many clay pipe were found beneath the narrow streets 因为在狭窄的街道下面 发现了很多淘土作成的管道 这个很多用的是 agreed many 这个many本身呢 就可以当作一个名词 或者代词的用法 所以可以直接呢 在后面叫off 或者直接用many当形容词 修饰名词都行 很多人既可以说 agreed many people 也可以说agreed many of people 都可以 都可以 但一定是跟可数名词 跟可数名词 本文中没有叫off 当然是正确的 还有呢 像agreed number of 很多的也是 当然这个后面 必须叫off了 因为number是名词 对吧 这个呢 也必须跟可数名词 都是跟可数名词的复数 但是有一些 必须跟不可数名词的 咱们再看一看 agreed amount of agreed deal of 注意这些搭配 一定跟不可数名词 咱们很容易不得搞错 因为中文中有很多 后面可数不可数 是不分的 是不分的 但注意两次 amount和deal 一定跟不可数 agreed amount of water 很多水 agreed deal of time 很多时间 但一定不能说 agreed amount of people 不行 但有一些呢 就跟可数不可数都行 你想a lot of 修饰可数不可数都行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time a lot of water 都可以 但这些要分开 前面两个一定跟可数 下面这个 这两个一定跟不可数 注意别搞错 本文中说 很多淘土做成的管道 clay是淘土的意思 怎么样呢 被发现在哪 在狭窄的街道下方 是被谁发现的 被考古学家吗 咱们中文可以 反正考古学家们 在狭窄的街道下 发现了很多 这个淘土做成的管道 但是在英语中 主动呢 一方面啰嗦了 我们知道是谁 二来呢 考古学家不是重点 这个淘土的管道是重点 所以用被动 这句话不但简洁 而且重点突出 对不对 好 那么在狭窄的街道下方 他用的是beneath 这个词有个同一词 叫anderneath 都可以表示 在什么什么下面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注意第一个发 第二个发长音 e 所以不要读beneath 也不是beneath 这么读 大声那边 beneath 这么个声音 在那边 beneath 好 再读第二个 underneath 它表示在下边 而且一般都是贴在下面 靠在一起 它的反语词是on 在什么什么上面 而且一般都是贴在上面 都是相邻的 贴到一块 this bottle of water on the table 桌上有一瓶水 是贴在上面的 但是这个on 咱们说一说 为什么说on呢 好多中国同学容易把这词动成on on the table 容易动成on 你要动成on 你发现你的舌根动了 注意 一般我们有ng两个字母拼在一块 这个舌根才能动 这舌根是不能动的 在美式发音中 前面发a 后面把嘴 闭下来之后 舌根不动 舌都是平的 大家体会一下这发音 on 再来一遍 on 比较别扭对不对 因为它中文中没有on这个动作 中文中on 斗志昂扬 所以咱们一读动作on 舒服 但中文中 这个不灵 得用一读动作on on the table 这么来说 我们大家知道 有个小的短语叫come 后面叫on come on come on 快点快点快点 就不能动作come on 手根不能动 当然意思特别多了 快点催促对方 过来过来 come on come on 过来过来过来 可以这么说 当然还有一个意思叫 得了吧 瞎说 哪有这回事 叫come on 拉长之后 听得更清晰了 舌根不能动 而且发音跟中文类似 语气类似 中文是得了吧 哪有这事 对方说一个非常夸张的事 你知道吗 我们街坊玩的事 三个脑袋 得了吧 撒脑袋早死了 得了吧 英语叫come on 你看舌根动就憋死了 come on 就憋死了 舌根不能动 当然come on 还有更多含义 所以对方说一个非常非常让你生气的话的时候 英国人往往这么说 come on 你听着手根还是不动 come on 而且你听语气跟中文也类似 人都是猴变的 那就是语气类似 老外一生气说 come on 中国人一生气说 come on 好像真的差不多 come on come on 好像类似 帮我怎么说吧 注意手根不能动 这个发音我们在后面还会碰到 但注意 不同场合用的词就不一样了 如果表在下方 而且中间有一段距离 上面有ender这个词 there is a boat ender the bridge 桥下有一个船 但船没有贴在桥的上面 这时候ender 它的反应词是over 表在上方 但中间同样有一段距离 叫over 还有呢 如果表是低于什么 或高于什么 不一定是正下方了 就海拔位置比它低 或比它高 用这种词 那么用below 叫低于 above 叫高于 但未必是正上方 正下方了 就是位置 比它高 或比它低 这几次词汇 咱们在用的时候 不要不得搞错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第一段呢 只是介绍了 这个发现大致在哪个地方 发现了一个 这个东西在哪呢 是在一个 什么海角之上 的一个古代城市 里面有个庙宇 但究竟发现的是什么 还没有揭示谜底 最关键的是 interesting 有趣的 怎么一个有趣呢 读者还是满头雾水 最关键的 在第二段 它要揭示谜底了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这个更加精彩的第二段 感谢您的准备 再次准备 下转做